咖啡廳座位白白款 沙发 高椅子 木头椅 要学哪一种坐起来才最舒服 如果你要聊天的话 你应该是坐沙发吧 木头椅子 然后那个椅面有弧度的 沙发吧 为什么会选沙发 比较舒服 下午时段座位区很抢手 点一杯饮料坐一个下午 很好杀时间 但真有这么好坐吗 这些桌椅可都有小心机 观察一下座位上的人 没有扶手的沙发 坐着只能往后养 桌子还跟椅子同高 撑起来玩要低头 用电脑有点吃力 有扶手的沙发 一样只能躺坐 想趴桌小睡会更累 长条形的会议桌椅 有充电座非常受欢迎 但木头椅依靠又很硬 久坐恐怕不舒适 更别说高脚木椅 依靠太低 双脚也很难放 无论哪一种座位 想坐久一点恐怕都很难 就是躺着没有到非常舒服 就不会想要非常坐比较久 除非又是想要办公的话 太软了 陷进去其实不是很舒服 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身高也没有到很高 我觉得因而而异吧 因为我都OK 椅子好不好坐 各有不同感受 好坐的椅子只能仰躺 太硬的椅子却不耐久坐 毕竟连锁咖啡厅拼的是翻桌率 小心机就看消费者 会不会坐进陷阱 记得陈生一高梦柔 刚才发生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